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八集 在这集广播里我会分享国家地理杂志在2017年年底公布的一项调查 调查里显示出环境与幸福指数密不可分的关系 会和你分享几个利用改善环境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方法 如果你想要看这一集的文字稿 请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快乐环境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咯 Let's do it! Hello,我是Zoey 欢迎回到茶水间 今天的内容有点标题杀人 但这确实是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 大约在几个礼拜前我看到了一份非常有趣的报告 然后这篇报告是由国家地理杂志的研究员Dan Builder所做的一份研究 这个研究是在研究什么呢? 答案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们 Top 3 你一定都听过布丹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 除了因为布丹这个国家的医疗和教育都是免费的之外 他们的饮食文化也很简单很健康 那长寿健康的人也会跟着变多 一个国家健康的人越多 那人民很自然的就会觉得越来越幸福 在这份文件里呢 他们挑选出欧洲、美洲、亚洲三个不同地点的最幸福的国家 那上榜的呢分别是丹麦、新加坡和格斯大里加 很有意思的是呢 这三个国家所体现的快乐都是不同面向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看离我们最近的国家新加坡吧 新加坡所体现的幸福是指人生成就满意度 这个国家很有趣哦 因为他们对幸福的定义就是首发首规矩 读好书、找好工作、埋头苦干、当个好市民 只要你愿意这么做那幸福就是你的了 新加坡的人表示 他们虽然偶尔会埋怨可能工时太长 但整体国家还是让他们感到舒适而且有安全感 当你成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职之后呢 你也很容易能得到员工下属的尊敬 那你的职业成就也会相对的走上坡 通常啊如果说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的话 你也不用太担心未来的出路 新加坡是一个很稳定的国家 那人们也享有蛮优渥的社会福利 如果你在想说埋头苦干、找好工作听起来好压抑哦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是因为你不是新加坡人 你对成功的定义和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不尽相同 在他们眼里呢 努力工作和成功保障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 言下之意就是只要你肯努力 你越努力就越有收获 他们不是在一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下 做看不到未来的事情 因为你只要follow the right path 你就会越来越成功 就是这是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但是在台湾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肯定 所以我们才会有那种 我为什么要埋头苦干 我为什么要在一间公司做一辈子 我这样有比较有保障吗 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我们的未来可能没有那么明确 但对新加坡人来说 你只要就是乖乖的愿意走 社会已经帮你铺好的路 那人生的成就也就是会越来越高 而他们也认为幸福与人生的成就是相对的 那这样子就等于你就是很肯定的正在走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 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当然因为他们国家的经济水准也很高 所以国人能得到的保障也是相对的高 这个国家甚至有钱到你知道吗 就是我认识好几个 我记得是英国人 然后他们被新加坡的公司挖角到新加坡工作 他们不只人搬过去 就连他们的老婆也搬过去一起做 然后提供的房子 还不只是房子哦 是那种挺豪华的有健身房 有游泳池的那种宿舍 甚至呢 如果说他们有小孩的话 我还听过连他们的小孩都让你带去新加坡 帮你付你孩子的教育费 听起来有点扯吧 因此如果说你对幸福的定义是物质的拥有 以及工作的成就 那新加坡就是一个会让你感到非常幸福的国家 再来我们来聊聊丹麦吧 丹麦北方呢 有一个城市叫做Alberg 那里的人呢 对幸福的定义是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断学习 寻找人生的目的 对他们来说呢 他们觉得昨天有没有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没有学到什么有趣的知识 是他们认为幸不幸福的关键 也就是说呢 虽然呢 都不用太担心经济方面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一群丹麦人放到新加坡 他们可能就会变得不太幸福不太快乐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全心全意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让丹麦人可以很幸福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有全民健保 所以你生病了你不用担心 然后小孩子要上大学也不用付钱 甚至连退休金老人福利也是相当的好 很有意思的就是 如果说你拿同一群丹麦人去和同一群新加坡人比较 他们可能甚至不比那些新加坡人有钱 而且他们还要缴超级无敌高的税给政府 但是事情再招也不会招到哪去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说你受了什么伤 你老了你生病 这个环境 这个国家都会保护你 都会照顾你 所以对丹麦人来说呢 幸福就变得不是人生成就 不是事业成就了 而是寻找你人生的职业 因为你也不用担心说老了要存钱养自己 所以丹麦人在职业的选择上 就可以很依照自己的意愿 选择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例如说室内设计 家具设计 手作杂货 或者是建筑师 这些都是我们很常听到的丹麦人的职业 而在这样的环境也变下呢 物质 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身穿名牌 你开跑车 好像也不会有什么额外的奖励 丹麦人甚至还会觉得说 这到底有 有什么好炫耀的 所以你不只是在时尚品位中 不会被额外加分 就连社会地位也不会有特别的象征 但是呢 如果说今天这个故事被放到中国 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story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国家就是 完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幸福 哥斯大黎家 哥斯大黎家人呢 所定义的幸福是指 日复一日的 简单快乐 这里的人呢 是全美洲平均微笑大小最多的国家 他们研究员指出 他们在24小时内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聊天喜笑 研究学者也发现 能够让他们快乐的元素 是来自于和其他喜欢的人互动 也就是说 在哥斯大黎家 人们一天有至少 我记得是七个小时 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相处 这些人可能是家人 爱人 邻居 同事 甚至只是市场里面的一些商人 他们很喜欢串门子 然后很喜欢一起唱歌 跳舞 拥抱 他们喜欢有肢体接触 然后一起欢笑 我有一些去过哥斯大黎家的朋友 都和我说 那里真的是 很神奇 就是有一种很快乐的氛围 路上的人看到你都会很主动的和你打招呼 甚至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主动和路人打招呼 会被视为是一件不礼貌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你也会很自然的和路人闲聊几句 那大家的态度普遍都是非常友善的 那这样的快乐好像也是会被传染一样 我在想说 这可能有一点像是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去花莲啊 蓝宇 然后到了那边 我们就会突然觉得说 哇 这里很有人情味 很悠闲 那哥斯大黎家也是有一样的感觉 在这边 人们当然就是没有像新加坡丹麦那么富有 可是研究显示指出呢 哥斯大黎家的人在工作时 通常也是非常享受于工作的环境 他们会和同事分享说自己假日做了什么 然后和小孩子去哪里玩 私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不太会有那种上对下的紧绷关系 大家就像是聚在一起 为了完成某件事一样的工作者 努力者 研究也指出 他们工作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 简单来说就是 他们通常都是喜欢自己的同事 喜欢自己的老板 喜欢自己的下属的 所以呢 虽然先天条件会决定我们之后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但这绝对是可以改变的 你可能在想说 啊 啊 我又不能搬家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你其实不一定要搬到其他的国家 况且你可能搬到丹麦 丹麦的福利也只是提供给他们的国民啊 你能怎么做呢 以台湾来说的话 像是宜花 东汉 台南 都是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地区 他们也 也许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切互动 让人们一到那个城市就会感觉心情还不错 如果说你不能搬到其他城市的话 你可以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环境中有什么事情可以被改善 以下有四个 休息一下 进广告 你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了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 欢迎到脸书上搜寻 理想生活设计 或者是在网址上输入 我们会在那里做节目后续的内容讨论 然后你也可以在上面发表你对节目的看法 以及希望我们做的内容 期待在社团里见到你 广告结束 那我们回到节目里咯 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是什么呢 很简单的就是你相处的人 包含你的朋友 你的爱人 你的家人 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 你和你的情人相处 是觉得每次见到他都非常快乐 觉得被疗愈 觉得冲宝殿 还是每一次见面都吵架 不仅不放松 还有很紧绷的树立两人关系呢 你还和你的家人住在一起吗 你和你家人之间的相处融洽吗 如果说你花很多时间和家人相处 但是完全没有那种归属感 或者是安心的感觉 你是不是要想一想改变的方式呢 同样的你的朋友是酒肉朋友吗 你们的谈话会聊比较心灵层面 比较有意义的话题 还是都只是八卦娱乐 你们除了一起消遣 有没有互相成长呢 我当然不是说你要遗弃你的家人朋友 或者是抛弃你的情人 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让你感到心烦的人为因素 你要想一想哦 一年后三年后 你继续跟这个人相处 你的生活会变得怎么样呢 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吗 二居家环境 一个好的居家环境 对你的心情是绝对有影响的 不管是卫生程度 噪音程度 或者是整体的舒适度 你跟你的室友相处还好吗 你的房间凌乱吗 你和你室友回家后是直接关上门 直接只做自己的事情 还是会一起吃饭聊聊生活呢 你的家里多久没有打扫了 你的床单多久没有换了 你一天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这个家里 它必须要是一个可以让你充电疗愈放松的地方 做居家布置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它也可以很快速的 让你很有感的感觉心情被提升 三职场环境 这其实是和人为因素有点关联 你的同事你的上司好相处吗 你的工作环境还好吗 窗户有没有通风呢 有阳光吗 交通的地点位置怎么样 环境舒适吗 真的不要小看职场环境 因为你一天有快八个小时的时间都待在那 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情 而且很多人会和我说 他们其实不讨厌工作的本身 但就是不喜欢公司的环境和公司的人 你尽管再怎么爱自己的工作 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和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环境共事 我相信你一定还是会受不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好好去解释的 那最后一个第四个就是个人习惯了 你下了班后的兴趣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在做自我投资 你有没有去运动 有没有和喜欢的人相处见面 有没有去学一点自己想学 想做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会大大的影响到你的幸福指数 当你有去学一些新东西 你就会感觉自己有成长 感觉自己变更棒了 那你的人生成就满意度就会提高 幸福的指数也会提高 就像是新加坡人的道理 那你有没有在业余的时候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喜欢写文章吗 喜欢做手工艺还是喜欢画画呢 你要记得去做那些事情 因为就像丹麦人的幸福定义 持续学习 持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幸福的指数也会提高 当然也要记得 回家后抱抱你的家人 不是只是一起看剧 一起打电动滑手机而已 你必须spend quality time with your loved one 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发现很多人不快乐的原因 都是因为把自己置身在不快乐的环境下 却又不去改变 简单来说就有点像是不敢辞职一样 就是你明明有了念头 迟迟不肯动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你的原因是考虑到下一餐 下个月的房租 那很简单的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期限 在下班后开始找工作 当下一份工作有着落的时候呢 提出迟程 休息一个礼拜 然后换一个新的环境 它其实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但是有些人就是喊着要离职 一喊就是好几个月 甚至好几年 我一直都知道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它真的攸关你每天的情绪 活力和能量 我非常喜欢澳洲 我去过好多次 每一次我都觉得 等我老了 我想要搬到澳洲生活 澳洲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和大自然非常亲近的国家 在那里 长时间工作不等于比较认真 也不等于工作做得比较好 大家反而会觉得说 你怎么都不觉得该下班了 去好好享受你的生活呢 而且就连老板肯定会这么觉得 而真正当地的澳洲人 其实也是非常早睡早起的 每个家庭几乎都会有运动习惯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超级正常 反而是在台湾 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早起 而且每天早起去运动的人 大家会觉得 哇 就是你是一个很有毅力 很努力的人 相反的 如果说你在澳洲没有运动习惯 你不喜欢户外活动的话 当然这不是你的错 只是大家就会觉得很怪 因为那很不主流 所以这和台湾是一个 一个会值得被鼓励 一个就是超级正常的事情 完全也不用提出来 完全不用去提醒自己的事情 就是每一个家庭 你看你的爸爸 你看你的爷爷 几乎都有那样的习惯 那你本身也会很自然的 有那样的习惯 当你看到有人竟然不运动 竟然不喜欢去户外 你就会觉得超级的怪 每当我一抵达澳洲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哇 我吸进澳洲的空气 整个人都像是被灌满满 然后被打通任督恶脉的感觉 虽然说 我没有在那边打工度假 就都只是旅行 但当时我就充分的感受到 一个环境能带给我们多大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有趣 但是当然 这也并不是每一个人搬家 就会有很好的成效 像是我就有认识其他朋友 从台湾搬来美国 但是他搬来之后 非常的不快乐 因为他失去原本的朋友 失去了家乡熟悉的事物 然后在这里也没有新的社交权 所以转换一个环境 目的是为了改善 如果说没有办法变好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去换环境 因为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以我的例子来说呢 搬来美国之后 我很明显的变成 变得快乐很多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是因为 我可以和我喜欢的人住在一起 然后去享受真正 独立自主的生活 因为在这之前 我都是和我的爸妈一起住 所以换个环境之后 等你能得到什么 会失去什么 还有到底值不值得 这当然只能由你来判断 但是呢 你绝对有能力 去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 首先先去检视 你正在和谁相处 你喜不喜欢他们 他们给你怎么样的能量 你喜不喜欢你的生活环境 你喜不喜欢你的职场关系 不喜欢的话 要不要想办法改善呢 我相信你的心里是有答案的 换环境是一件大事 甚至是一件恐怖的事 但是就像是跨出舒适圈一样 你可以先去好好的想一想 换了环境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那不换环境的话 一年后的你又会有什么结果 那会是你要的吗 好好想一下吧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内容 我认为远单工作的好处之一 就是有能力去决定自己的工作环境 虽然有时候会遇到可能很雷的咖啡厅 或者是觉得自己在家里工作很闷很烦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蛮有自主权的 因此你可以去看看 环境中有什么部分是需要被改善的 你的家庭关系 你的恋爱关系 职场关系 还是空间的环境 想一想有哪个部分可以改善 赶快去改一改吧 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带给你一些收获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你到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账号是 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麻烦你帮我在Itunes Store上面打新评分 因为这样我才可以继续在这个广播节目播出 继续带给你更好的内容 如果说你对远端工作 自我成长和个人品牌经营的 一体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我的email list 我会寄相关的消息 还有独家的资源给你 你只要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JOIN 就可以直接到注册的页面 我知道你很忙 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你却花时间听这一支广播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现在也请你花30秒的时间 好好地思考一下 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 你对理想生活的定义又是什么 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先从环境开始改变的呢 有什么事情是今天我们就可以马上开始动作的 赶快去做吧 我们下次见咯 我下次见咯 一会儿 可以